你身为大唐储君 又有什么资格 做天下人的楷模呀 太子 太子 太子妃 殿下喝醉了 殿下 快扶到床上去 你们慢点 小心 怎么喝多了呢 双喜 去打点热水过来 是 你 你 吃多了 你 你 你 我 你 夜里如意翻身 怕生了太子妃的肚子 我们是夫妻 还怕她翻身吗 今晚 我就睡这儿 可 太子妃的肚子 双喜 是 奴婢不夺嘴了 二池 三池 三池 二池 二池 十五口 六口 十五口 英口 现在 一口 五口 一口 二口 一口 都怪我 睡得太沉了 殿下 你胳膊很酸吧 没事 殿下 我来伺候你更衣吧 不用 但是 来人 你就好好地坐着 殿下 珍宣智求见 让他在书房等我 是 原来陛下把你派过来了 呈陛下令 臣现在是太子右术子 专指侍奉太子 有你在啊 以后我的耳根子都休想清静喽 太子 太子 忠言逆耳 忠言可以匡政太子的得失 更可以保护太子的将来 我知道 陛下把你派过来 正是因为你喜欢觐见 以后你对我啊 不要有什么顾忌 只管忠诚觐见 太子 真能听得尽臣的觐见 听得见 那臣能不能现在就觐见 你要见什么 臣要见太子交往荒诞的习性 若不立即悔改 将来要大祸临头 占玄智 你疯了 疯的不是占玄智 是太子 梁王被太上皇宠念得不成样子 在亲王之中最为骄纵放肆 太子要交往 也应该和韩王这样有才华 有德行的亲王交往 为何反而去交好梁王 梁王府藏无纳垢 你身为太子竟不带侍卫 知身前往 又喝得大醉而归 你怎么对得起苦苦期盼你的陛下 你身为大唐储君 又有什么资格 做天下人的楷模呀 够了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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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公 怎么是你呀 湛公 太子呢 别问了 你才到东宫一天就把太子给惹怒了 湛公 太子年轻气盛 就算你觐见也要委婉些嘛 我一婉就是敷衍 陛下把太子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该担起责任 我劝谏也是为了太子 没想到我才说了几句 他转身就走 就算是陛下 都没这样对过我 太子啊 不听我劝谏 我留在东宫有何用 不如我现在 就去向陛下 谢罪辞官 湛公 湛公 你这不是 向陛下告太子的状吗 我没这么多心思 太子不用我 这右竖子的位置 我不白白站着 湛公 湛公 你听我说 为什么每次见到太子 我就会说错话呢 因为太子妃太在乎太子 如果 人家还活着该有多好了 太子妃 如果她还活着 殿下 就还是那个爱笑 温柔的殿下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 告诉凌威呢 为什么要让殿下 失去最好的朋友呢 我真的很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我跟你说 太子 你 上下有别 臣不敢受理 有幽数子这样的职臣 是我东宫的福气 这一礼 敬你终止感言 也为我刚才的行为 道歉 只要太子 知道臣的一凡苦心 臣死而无憾 那梁王那边 为何会尽量减少 和梁王的往来 太子能这么想 就太好了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以太子的身份 交往的人 必须要谨慎挑选 以免惹来非议 殿下 韩王亲得了一副好书法 想请殿下过去一同观望 太子 韩王设了文学馆 现在多有才学之事 往来对太子有益 更何况 韩王是太子的胞弟 胸有帝宫 既安慰了皇后 也留下一个美名啊 去跟韩王说 我下午就过去了 是